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砂锅豆腐的做法 首先准备五片大白菜 把它切成小段 一小块胡萝卜把它切成片 三个浸泡好的香菇 先把地去掉 再把它切成片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碗豆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块生姜 把它切成片 三半大蒜切成蒜末 一把葱白切成小段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块猪肉 把它切成片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豆腐 先把它对半切开 再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碗中加入一勺蚝油 一勺生抽 少许的胡椒粉 少许的胡椒粉 半勺麻油 半勺鸡精 再加入250克的清水 把它搅拌均匀 热锅倒油 油热之后放入豆腐 用中火慢炸 把豆腐炸至金黄色 然后把它取出来 沥干油分放入盘中备用 锅中留下少许油 放入葱姜蒜爆香 再加入香菇继续爆香 放入猪肉 翻炒均匀 再放入大白菜 胡萝卜和豌豆 继续翻炒均匀 倒入调好的酱汁 把它翻拌均匀 盖上锅盖 焖两分钟 两分钟后再加入水淀粉勾芡 把酱汁熬至浓稠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倒入到砂锅里 再放入炸好的豆腐 盖上锅盖 盖上锅盖 焖一分钟 最后再撒上一些葱段 香喷喷的砂锅豆腐就做好啦 细满汤汁的豆腐非常的好吃 汤汁非常的浓郁 配上米饭 两碗都不够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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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